但現在因為真的食物太多 很容易有一些濕的陷阱 然後會導致於我們那個 記憶力衰退 那我們現在就要請 嘉醫科的醫師來 幫我們做一個測試 來看看過去我們 我們吃到非常多 導致於腦部衰弱的食物 羅醫師 你找一個 你覺得問題最大的人去測來 一個看起來比較沒救的 沒有 我覺得我至高分 你先做看看哪 在我們大腦開始推化的時候 其實你的眼球 移動的速度會變差 對 其實你 仔細看很多那種 開始推化的人 你會發現他有時候看東西 是要這樣子轉過去看 可是我們一般人看東西就 這樣子看就好了 難怪有些年紀大的長輩 他們那個駕照 過了幾歲以後要重考的 每隔多久就要重新測試 對 你眼睛沒有辦法看很開的話 有車過來 有車過去 對 手眼不協調 所以其實你訓練眼球的動作 事實上是可以幫助大腦進行 轉轉轉 可是醫生我們有時候他要 有時候我們會說 旁邊有一個漂亮的女生 我們也會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種訓練嗎 對啊 這就是訓練吧 所以他也是一種訓練 東張西望 對 也是一種訓練 我們來測驗一下 真的 那我們這個測驗的原理 其實就是利用說 我們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呢 他到我們大腦以後 他還得經過動作的神經 到達我們動作的肌肉 然後再反應 正常來說是 0.1到0.2 反應的速度很快 那我們怎麼知道 你夠不夠快呢 對 就是讓你去看啊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尺 對 那麻煩你呢 手麻這麻 真的是滿高的 那麻煩你把你的大拇指呢 放在0的位置 醫生你可以拿低一點 讓他蹭低一點沒關係 你要我躲低 好 麻煩你 沒關係 你就盡量 好 你的大拇指 放在這個0的位置 你就平行不要這樣掐住 那你待會兒掉下去的時候 要抓緊喔 而且是不定時喔 對 我不定時喔 我不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會 喔 有 反應了 不要放 不要放 我們看看多少 擠 擠 怎麼辦呢 在擠啊 沒有 反應了 其實已經15公分了 這樣不行 這15公分是讚美 你知道我認識嗎 不吃就吃了 我們今天不是 我們今天不是錄這種的 我意思也聽得出來喔 不要開意思一下玩笑 為什麼我是視覺研究所 要對照一下 是喔 這樣就有調皮的人 愛開黃漿要怎麼樣 怎麼治治他 正常是4.9到10公分 你在 什麼意思 4.9到10公分 所以他的那個反應 沒有 我覺得是因為我蹲了 我有點陰了 鞋上去 給他高一點... 好... 再吃看看一個 不定時喔... 不是啦 不是啦 你跟我不敢 是要20公分 是 不是啦 所以輪到馬大沒用啦 是沒有用的 不定時喔 你要靠在你的這邊 這滿好玩的耶 你到底不要一直把這個死都... 不要緊張... 他講是很死耶 不要緊張... 你手在抖喔 不定時... 不要緊張 不定時 如果你的手抖 沒有...他爛皮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他爛皮 他把那個直接頂過去了妳 我一放就變這樣 好... 你跟大骨子上了 亮哥呢 亮哥傳來看... 我來測試看 亮哥玩一下 好 這樣子嘛 對... 這不耐心的... 對...好 不要動喔 而且今天真的很好看 不是 我很專注的 對 我知道你很專注 好嚴重喔 這樣啊 恭喜卸展 你們聊一下 而且好像給你 我想回家躺一下 不要緊張喔 那我先去嗎 大哥 好嚴重喔 有點太難了吧 是因為太緊張的就是 對啊 就劍華走了 試試試... 有沒有來試試看 這很難... 我想要試試看 太難了吧 其實很難... 這很難... 我會怕我也出球 沒事... 你一定可以... 對 手在您的位置 在您的位置 加油... 對不對 好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錯... 滿快的 十... 三... 接近久了啦 不錯... 第一次玩不錯了啦 第一次玩不錯 目前為止最高了 只是等一下 第一次... 難道啊 這個... 對嘛 第一次叫我們不要緊張的東西 你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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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緊張喔 不定時... 不要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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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上電視 對啊 好緊張喔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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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 上電視的... 對啦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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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 你現在... 你現在太累了 我現在太累了 我太累了 這時間破綻 不要上訴一次 真的 醫生是安慰我 對 對 怕我太難過 連接發出都沒問題 對 我真的去躺一下 對 反正我們來問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預防這樣子 健腦食物一個東西 來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是 好可怕喔 對 一天大概攝取... 攝取多少 大概一罐對不對 對啊 一瓶 過量都是不好 以葡萄酒的話 男生一杯是60CC 女生要30CC就好了 好少喔 你小J而已嘛 對 30CC 對啊 30CC等於是 小朋友喝藥的那個... 那個瓶蓋的味道 對啊 你想到瓶蓋 對 藥杯就一蓋 沒感覺耶 一點點 就這麼一點 對 多了就不好了 很爽耶 對 其實呢 葡萄酒裡面 它的酒精可以抗發炎 還有百里乳醇 也可以抗氧化等等之類的 所以的話 日本他們就有研究啊 是... 不是每個人喝不到酒都有用的 年長者呢 他可能八成有用 兩成沒有用 對 還是有這樣子的空下 來 第二個是 巧克力 這個我們很喜歡耶 對 那巧克力呢 因為它有 它也是很有抗氧化能力的 但是呢 巧克力不是叫你吃那個 叫你阿嬤來囉 那個公主 裡面有包那個 甜甜的 奶酥的那種 對 因為那個 脂肪高 油量高 然後你檔固醇也會變高 那醇度要多少 巧克力對 有一個醇度 六十七十還是八十 對 溫進要吃到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 好苦喔 我們不是馬虎 有點苦耶 對 所以裡面有糖分的話 沒關係嗎 糖分就一點點 因為八十五Percent以上的 巧克力的話 它的糖分是比較少的 是OK的 好 第三樣的是 咖哩 是的 而且是小朋友最愛的 對 小朋友喜歡吃的咖哩飯啊 它就是裡面有 薑黃素 那薑黃素呢 就可以提升那個 小朋友腦中的記憶能力 而且也可以提升 腦中的DHA的濃度喔 好 第四樣是 蚵仔筋 蚵仔筋也可以 蚵仔筋也可以 好特別喔 直接吃蚵仔就好了 為什麼要加蚵仔筋呢 對 為什麼要加蚵仔筋呢 對 為什麼要加蚵仔筋呢 有 不一樣喔 因為這個就很像一個 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 它就是要有 好的蛋白質啊 好的蔬菜啊 好的油 那蚵仔筋的話 它只有兩種 它具備 對 它只有兩種好的蛋白質 譬如說蚵仔跟雞蛋 雞蛋 雞蛋 然後又有青菜 對 又有青菜 而且海鮮類的食物的話 又有很多的維生素 礦物質 對 所以我們腦中是 非常有幫助的 好 第五個是 炸豆腐 對 炸物也可以 不是說油炸不好 油炸的話 它可以濃縮它的精華 對 它的 軟鈴質跟維生素 都會比平常的豆腐 高出五倍之多 所以豆腐要吃熟的 會比生的更好 油炸反正會比這個 吃沒有炸過的來得好 對 沒錯 推翻 推翻想法 營養師跟醫師 都給我們一些建議 給我們一些幫助 我們節目也是對嘉賓 都非常好的 是 你會準備一個料理 好像對腦部也有幫助 對 曾營養師 剛剛有講到豆腐 我今天就來做一道 夏天也非常適合吃的 這個涼拌 涼拌 酪梨冷豆腐 對... 這個豆腐其實網路上 之前有流傳到一個 它吃的口感非常神奇 它就是當那個 這個酪梨加上那個芥末醬油 吃起來會很像 鮪魚肚身體片 真的嗎 真的嗎 趕快來吃吃看 怎麼可能 沒道非常簡單 它的食材就是我桌面上看到的 其實這個豆腐呢 其實我已經有用水 然後加一點鹽 然後讓它汆燙過了 所以把它撈起來之後呢 切成條狀 切成跟這個冰過的酪梨 是一樣的大小 剛剛說的芥末醬 跟這個薄鹽醬油嗎 那我想問一下 今天就是料理一樣 差不多對不對 吃芥末醬油 像豆腐跟酪梨 它是不是有怎麼樣 可以幫助記憶的 豆腐剛才有講過 它有大豆軟凝脂 軟凝脂的話 就是會幫助我們記憶力 腦中的記憶力會提升 那其實酪梨啊 你不要以為它是水果類 在我們營養學分類 它是油脂類 對 它是熱量很高 因為它的熱量很高 然後它的油脂又非常高 你要讓它站起來是不是 對 現在要讓它就是有點像 三明治甲 一片豆腐 一片酪梨 而且剛剛花花講的也是對的 如果你今天要讓豆腐 比較能定型 不會散掉的話 你必須用鹽水去煮過 然後你這樣它比較不會散開 對 不然這種嫩豆腐 是更容易碎裂的 對 吃嫩豆腐 它很容易就散掉 你切的這個片樹 這個盤子可能會 對啊 會 塞不下 那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吧 這樣可能移到第二排來 不行 不方便 好像也可以喔 是不是 好聰明喔 第一排推前面一點 可以 沒關係每一位來賓都想吃 可能就不夠 對 我想吃看起來很好 真的嗎 很勉強 因為 把這個攪一攪 對 攪一攪 然後把它淋上去放簡單 我原來豆腐 除了皮蛋豆腐之外 還有其他做法 沒錯 都是非常適合 營業下日吃的 感覺不錯耶 對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 是什麼 海苔碎 海苔酥 對 海苔酥 其實還可以撒一些芝麻 它上面有芝麻 它看起來很像日式料理的芹菜 對 芹菜 對啊 其實這樣就滿漂亮的 震懾家裡在吃飯的那種 芹菜或芹菜 感覺滿精緻的 不錯 好簡單喔 來 幾分鐘的好菜 對 好簡單 對 好簡單 想吃 想吃 來賓來試吃看看囉 沒想到的食物 沒有 主要吃吃看 網路說很像 Otolo的口感 對 有嗎 會像嗎 沒關係 如果不像也說 因為已經是網路上 我懂妳的意思 妳說的酪梨像鮪魚肚 真的假的 真的 吃酪梨的感覺很像鮪魚肚 弄到我也好奇 有嗎 而且主要是醬油 醬油 醬油啦 主要是醬油 你吃那個醬油 就覺得是在吃日本料理的 它我也想吃吃吃看 很好吃耶 它好像不錯耶 真的 像酪梨像鮪魚肚 有獲獲吃那種感覺嗎 有 而且吃完之後 鮪魚的味道 怎麼會 為什麼這麼吃 我們想吃吃看 很好玩 妳的海鮮的鮮味 這有一點 對 對啦 妳成功了耶 我成功 我替妳覺得驕傲 謝謝 對 妳來脆脆的 那我們就專心吃妳的 對 幫我跟我說再見吧 好 下一次同一時間 秋秋董事長 再會囉 拜拜 好吃... 簡單的嗎 而且吃完口腔裡 會有生理性的感覺 這樣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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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